好的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六月雪的盆栽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要给这个小盆栽啊进行整形 刚刚买回来的时候呢它是比较矮小的还非常的漂亮 但是买回家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它会越长越高越长越高 一年长一个个头 那当然它如果无限的这样去长高 我们哪怕换了大花盆 这也不漂亮 提根的效果呢就没有那么明显嘛 它毕竟是一个小盆 我们需要的效果其实就是一个很飘逸很漂亮的效果 配合上它这个提的根能够出来一个飘逸的效果来 但是这样不管它是一定没有的 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就要对它进行一个打短式的整形 那我们整形的第一步呢还是要找到它的主干 它的第一个主干是在这个地方很明显 第二个主干呢是分成了三个侧枝的 一侧枝二侧枝三侧枝 当我们要修剪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要想一下在脑袋里呢 有一个它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图像 在你脑袋里呈现出来 那我们这次呈现的出来的图案呢 是想让它呢进行啊 一边的首先的剪出一边的弯折感 而不在我们这一边的弯折感呢 其他枝条可以剪掉 那我们选择的是它在三个枝条里面最粗的单支啊 这个枝条是最粗的 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个方向的一个偏折 不在这个方向里面的这个枝条和这个枝条 你可以看到它是往这边折的 所以说这两个枝条呢 我们就给它修剪掉 首先呢确定的是这两根直接剪掉 我们不需要 剪掉 还有这一根 好的 现在的话呢 我们已经啊给它修剪完成了 修剪完成之后呢 它就不像原先那么的杂乱了 显得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它呢绑上线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只绑了一根很弱的线 接着把这个高枝给它修剪掉 不需要 那最后呢 我们把它绑好线的这根枝条呢 轻轻的给它弯折一下啊 像这样弯折一下 角度呢 尽量的大一点点 让它有一个明显的弧线 好 然后呢 把这个侧枝修剪掉 那接着呢 把上方的两个高枝给它打短 不需要 后方还有一个侧生枝 它的高度过高 我们呢 也给它打短 好的 那像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修剪完成了 未来呢 它的生长方向呢 脉络也非常的清楚 就是呢 左边一个分支 右边一个分支 让它的灌服呢 逐渐的增大 会长得越来越漂亮 好的 距离我们上一次啊 整形这颗六月雪 已经过去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时间的流逝 它现在的生长和造型 已经达到了我们最开始给它设计的模样 这个是当时啊 我们牵出的一个左边弧形啊 用铝线牵出的右边弧形在这个地方 等它啊 像现在这样 叶片已经茂盛起来之后 整个姿态啊 已经非常的漂亮了 我给大家转一转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整个姿态已经出来了 所以说啊 六月雪如果大家长得太高 养了不好之后呢 一定要学会修剪整形 通过修剪整形 六月雪就会越养越漂亮 那如果你不剪它 让它随意生长啊 六月雪很快就会失去原来的观赏形态了 那一幕呢 分享一下修剪完之后 这三个月的养护的方法 我们六月雪啊 是养在户外的 我把它养在户外 光照充足 肥水充足 不会缺水 不会缺肥 所以它整个生长势头也好 还是抗逆性也好 还是叶片的色泽也好 都得到了有效的保证 所以啊 像户外养护 温度适宜 温度适宜比较温暖 肥水充足 这些技巧 大家一定要记好 如果你家里的六月雪啊 也养得不好 长得很散 赶紧学一幕一样 整形修剪起来吧